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的是我们中国立体育党 和我们中国立体育党 广州立体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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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华文毕业生没有被武统国政政府看中 没有受承认 我们独中毕业生的文凭完全不受承认 我国独立了50年 到今天为止 我国的全国的独中毕业生 他们的文凭不被受承认 这个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记得在国会还没有解散以前 如果你要注意到报纸的话 报答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西马半岛董总联维会主席带来一班的董事们 礼貌拜会了我们的首相 拿吉 跟他讨论有关这个承认董总 承认统一考试的文明的问题 两次的拜会 升级华人新年 邀请他到大伴大团伴的时候 也希望有一个突破 让我们的拿吉 在趁这个大选的时候 能够给一个大红包 给我们独中的学校 学生们 很遗憾啊 我们的首相并没有答应 他只有用一句话来推他 他说有technical问题 技术上技术上有问题 还要慢慢研究 非常失望 过了不久 我们明年先传 我们的这个竞选宣言出炉了 我们的明年的竞选宣传 是由三个党 回教党 火箭 民主行动党和这个公正党 联盟一起签的主席 我们承认 我们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明年如果承认 明年如果承认 马上承认 东陶 度众第二生的完凭 再包括回教党 不要忘记啊 甚至回教党 他可以承认这个 你这个王八蛋 武统 你这些所谓的国政领袖 你的马华 你的民政 你团结党 你的这些民政党 这些所有滑稽集团的领袖 为什么 包括团结党 等一下我就要讲团结党 包括团结党 你们为什么不出声 毕竟你是国政的一份子啊 你是国政的一份子啊 啊 这个就讲的一样事情 非常的清楚 讲是讲国政联合的 其实就是一党做大 武统做大 这就是国政 这个就是国政 好 我们的明年宣言出来了 我们立刻承认 明年当政府马上承认 我的宣言 请拿来 明年宣言 白纸黑色 一把一千八百五十四个 明年重视承认民办学校 分配合学校之贡献相辅的资源 我们明年重视人民 宗教协校 华小 淡小以及华文 华文呢 淡缘文 一半文 改当三文协校 江汇协校 这些协校共同发展了我们的 我国的教育同学 第一样 明年白纸黑色 第二样 最重要的是 明年将会承认 华文独立中学 统一考试文凭 你如果是华校毕业的 你可以凭你的这个文凭 考进我国的大学 你不用去离开国家 去外地申请大学 因为你的文凭是备受承认的 还有 还有 你如果不想去的话 你可以考进政府的机构 找工作 你不是第一人一党 你跟国文中学平等的 好 这个是我们明年的宣言 记住 第二项事情我要讲的就是 这几天如果你去街上考 你会看到 团结党对我是大力的人身攻击 刘静子你从来不关心华校 华教 你为什么变成华教斗士 我告诉你啊 我不喜欢这个字斗士 看到我好像难能讲 我不是斗士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律师 我只是有一颗打抱不平的心 我只是觉得 如果政府的政治的这个治理国家 不公平不公道 包括对我们的华教教育不公道 我不平证明 我一定要讲 好 糟糕了 为了我这样子的打抱不平 我这两天在包上给团结党的这些一些打手啊 不平的攻击我 这两天说 你从来你的中文艺不是好到哪里去 我承认 你有什么资格讲 我告诉你 各位尤其是家长们 我不是中文大学的教授 我没有中文大学的文凭 中文大学文凭 但是我有一颗为华教努力的心 三岁小孩子都会告诉你啊 三岁小孩子都在马来西亚都会告诉你 武统 国政 对我们华教教育非常的不公平 你不需要做一个什么 华文中文大学BA的人才来有资格讲这个话 我有这个 我有资格讲这个话 因为我是华教 我是华罪分子 因为我是一个家长 我知道做家长的 孩子如果考不上大学 孩子或者考得很好在都中 他的成绩很好 可是他进不到大学 因为他的文明是不被受承认的 他没有钱送他去外国读书 这种感觉是怎么样 我知道因为我是家长 还有还有 我还没有讲完 今天还更吓死我 两位 团家长的打手 不是真的打我啊 好像 张永亮这样啊 我是在报纸的打手 讲我是街头斗士 我只有记得有一次我上过街头 就是那个Bersi穿着网衣服那一次啦 那也是静坐 我从来不上街头都是 但是 他说我没有资格 因为你是 你完全不知道华文的背景 我不用 我不想知道 你不要把焦点模糊了 我只想要你根本不了解 我们华文教育的背景啊 不需要 I only ask you one question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有为我们华教同这个这个 啊 华教的这个 承认 文凭承认 努力过吗 有吗 有 好 吉隆坡的 董总有努力 但是被夺了 被夺了 好 大写这个国会解散啊 我们的首相 大摇大摆的来到了沙巴 中华大会堂请客 我们的董总主席 沙巴州的董总主席 丹斯比刘帅 他怎么说 他要求 Prime Minister 我们的首相 请你承认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王金集会 大写战 我们要施压一下 让他承认 他有做大难工一点点啊 我必须要承认啊 他施压 他说 要求 我们的 华文教育 毕业生 被 文凭被承认 猜猜看我们的首相说什么 对不起 还有一些局势上的问题 还不能解决 还不能承认 sorry啦 你们 还要这样子的政府 还要这样子的政府 你叫这个 明年黑子白白子黑字写 我承认 你叫这个 我承认 对不起 我不能够 你要哪一个战口 明年 你为了什么 为了你的子孙 对不对 我们 做家长的 送孩子去 滑小读书 去 独中读书 太辛苦了 因为 政府没有津贴 完全要靠 校董 老师 校长们 学生们 整天都要 hold这个脸皮 哪个 donation card 就跟着墨间 这个对我们的学者 是非常不公平 对老师非常不公平 因为我们要 老师是专业的教书而已 学生专心的学习 不要为了 愁谎的问题 而去奔奔波波 对不对 所以为了这个 我在2008年 2008年 大选上次 大选一过了之后 我就要求 公开的要求 我们的 手掌 把波地给独中 我也要求 陈苏 这些姨莫仔 因为当时他们是 他们是华谊部长 在那一个 我说 请你们 我讲得非常客气 当然啦 头头是很客气 我是请你们 要求我们的首席部长 波地 给我们的独中 让他们 可以实现 以地养效的计划 拨500英模 为什么我写500英模 不是50英模呢 因为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马六家的首长 他 飘洋过海 过来我们沙巴州 跟我们的首长 穆萨阿玛拿 5000英模 我们的首长送给他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要求 为什么我要求500 因为也只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那个 马拉公益大学 也跟首长申请500英模 第二个分销的500英模 他也同意送给他们 既然其他的都可以 我们华夏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们是法人啦 对啦 你讲的没有错 这个是不是其中重要的要点 要点是 我们的华裔部长 不敢讲话 他不敢讲话 他不敢讲话 但是他在报上 他同意 好了 那是2008年啊 2009年我再follow 再要 比较没有这样客气 我要求 那个是请求 接着下来我要求 2010年 王八蛋我没有再要求了 我挑战 我挑战 刘记者挑战一模在 2010年 我挑战你 跟首长申请500英模的地 将 请你在州的一个提出 要求州政府破地 弱势都中华校以地养校 我挑战 我要给脸 不用给这样多次啊 连州三年够了啊 2011年啊 我不给脸了啊 我挑战你啊 这一次他有一点点反应 他说我接受挑战 姨莫仔说我接受挑战 有什么殊杀哦 我们国阵政府啊 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 一定给的啊 哎呀我听到了好高兴 那天晚上还请别人去吃饭 终于我们华社华校可以达到500英模 500英模啊 来给这个董总 让董总可以发展这500英模 那从中取利 把这个钱送给这个酒间 都中 让都中的学校啊 可以安安心心的搞教育 办教育不用整天 连头到尾都要去筹款 我很高兴 挑战被接受 2010年啊 所以总共三年啊 我一直在做 今天是2013年啊 我没有听到消息啊 2013年没有听到消息 我就要趁这个机会 我要告诉国阵 我要告诉武统 我要告诉你们这些部长 国阵部长 你不能做的东西 三样东西 第一 你不敢承认 我们华教生的 这个毕业生的文凭 我们承认 明年一做这个我就承认 第二 我们将会制度化的拨款 制度化拨款 意思说 放在你每一年的budget里面 不用说 哎呀今天大选要来了 我就喜欢喜欢我给你三四万 喜欢喜欢我给你四万 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的 像董哥我不干我不给 没有这回事 制度化就是说每一年在你的 州里面的这个budget里面 你放在那边的 不管谁做政府 你那个不管都在那边的 要求这个 两样我们明年政府要马上会设行这个 第三样不管到明年政府在基隆堡 第三样我留金子先嘎先嘎讲的 为什么 因为我跟我们的明年同志们有讨论 尤其是我们这个公正党的 如果明年州政府成立 五百英模以上的土地 将会马上送给这个 我们的办校的这个同种 让他来照顾九个 九个助力 好了 我要求的就是这样多了 某多某烧啊 一样的东西我一样的讲 讲了一个礼拜至两天我给你讲 你算是什么东东啊 又不是中文大学毕业的 对啊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 就是这样罢了 还有我要问到 今晚上 如果你国政的人有在这边 我问你一句话 你跟我明天回去跟你的主旨讲啊 你有没有做到这个 有没有做到这个 2008年的要求到现在也没有做到 我今天在报纸看讲我 大写的时候才出来讲 要求这些东西 王八蛋你没有看报纸的 2008年我都已经开始提出了 2008 2009 2010 21 5年了啊 你傻了啊 还是你老婚年啊 没有看到我写的这些东西啊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在报纸讲 看到说是我 从刘静子大写的时候才来要 2008那时候还想当年轻啊 还没有这样胖啊 还不会打汗啊 现在不可以了 来我照这边给你看 2008 看到了 2001年 一末哉接受挑战 看到没有 今天是怎么样 没有啊 好 很好 第二件事我要提今天就是 这个basically是我要澄清 今天在报纸上 这个团队党 一末哉的打手 对我的无奈 第二样东西就是我要给大家看 这四千张非法 这个是 这四千张非法 很有问题的 这个写明 送进了我阿比阿比 因为他在报纸上讲什么 他说你讲什么胡言乱语 这种外来的写明 是由马哈丘跟安华的时候做的 关我们什么事 我这边写得清清楚楚 12月 2012年12月全部进的 201 2012年12月就是去年12月进的 换地址换地址 一个地址用两百个人的 有一个地址用三百个人的 他总共就是那四个地址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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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原来我一直追溯的 原来他们都是一部分是住在里加斯 一部分是 甚至到 他就把他们全部移过来 他们人住在那边 但是用个假地址 就放在这边 报警没有用 警察讲我不管 他是合法的写明 我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去努力地找他们 拜访他们 这个是四千个人 请你今天看一下司法日报 他的 打手工 在跟我说 你讲什么东西啊 这四千个写明 是你的安华跟马哈丁 弄出来的 百老啊 2008年写击的时候啊 这四千个人没有在我的阿比阿比 2008年大写 这四千个人没有在我这边 清清楚楚 这个是SPR了 选举委员会出的 12月2012年才出的 四千个新的写明 加进了我们阿比阿比嫌弃 你在讲什么废话 所以这个故事我要跟大家讲 你可能有听过 有一个人 很有钱的人 他死了 他平时做了很多慈善 很有钱做很多慈善工作 捡钱做马路拉做什么 他死了的时候 本来人死了 要么上天堂要么就下上面 他以为他死了 他一定会上上面去 结果他被打下去下面 他不敢念 他去上诉给上帝 上帝很公平他就听 你要上诉 他说上帝啊 我这么有钱 我没有少过 我捡钱 我坐马路 我盖房子 天灾水灾 我都去协助人民 为什么我会被打下下面去 上帝跟他讲说 对啊你讲的没有错 我看了不止 你确实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你的一生中你做了一件坏事 那个坏事坏道 你一定要下面去 那个就是什么 好 在有一次要改成万代大选中 你去把钱捡给那个腐败的政府 所以 你就是在 直接或者间接地写出那个腐败的政府 继续执政 你不记得我们郭政的成员党就是这样子吗 对 这不是 你再帮他做打手写文告来 在无赖我们全部有政有机的 说我们什么什么 你不是在写出那个武统吗 你是在写出武统对不对 对 这样子的政府你还要 不要 你想想如果我们在头下记 还有一样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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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还有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你再给我五年 我现在真正努力走 如果你爱我的话 手下说 如果你爱我的话 你孩子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爱我的话 你投我 谁爱你 真是不自量 谁爱你 蒙古 那个蒙古女兰都给你炸到半条面了 我们还竟敢爱你 还有还有还有 如果要这样讲 要爱我的话 如果嫌你一个人 其他的我是不是应该全部倒下来 那你一个人做反对党领袖 就说坐在那边就好了 我们这个五月五号 我们不爱他 我们要告诉他 我们想请你去做反对党领袖的座位 请你过去 让我们的安娃坐进来这边 让我们成为 让我们成为一个青年的政府 五万的政府 拜拜 青年的政府 请你过来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怀疑子弟 现在一起 有希望 有机会 我们的就业机会 跟其他的 国文中学毕业的一样的 我们的就业机会 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文凭也是备受承认的 我们的度众将会 我们的同联会 将会给五百英模的地 其实我已经跟某某一些领袖谈了 这样啊 我看他们也是很讨讨我 五百英模好像少了一点点 多一点点 如果可以的话 五百到一千啊 所以你要给我打气啊 你要给我赢啊 不赢我拿不到地给你啊 好 好 在这里 我讲的不是开玩笑 我讲的是事实 你不相信的话 你今天去判 翻开 吃完了包 有两位打手 团队党打手在向我 你从来的中文也不是怎么好 对对对的讲得对 好 但是中文不好不要紧 我只要爱我们的华教 不要紧 我同样 我主要的目的是公平不公平 公平不公平 两个字而已 我不是中文大学毕业 不是香港大学毕业 但是不要紧 不要紧 我知道什么是对 跟什么是不对 五十年 我们华裔的这个学子 送到的是二等公民的代役 It has to be stopped 一定要停止了 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子 半个世纪已经过了 我们还要让这个样子过去吗 我们的子弟 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就会有前途 如果你给我每个机会 五年 给你做 给我做五年 五年如果做不好 你五十年的工 你再把我赶出去啦 五年我只要你五年 五年做不好 带我出去 不过这五年 你已经拿到低流了 你都带过贵喔 又带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这个5月5号 投我们的同僚 李克斯跟路亚 投火箭 在亚比亚比投我 我祝大家今天晚上好 继续下来 我相信我们的 其他的候选 将会有更精彩的演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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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